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實拍實說》,我是大地星海的 Dylan 今天來和大家看另一間旅校 這間學校叫做 Herrigate Ladies College 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方叫 Herrigate 距離 London 大概是三小時車程 是在 Midland 的一個地方 我們與 York 和 Leeds 都很近的地方 今天和大家看的這間學校是一間一條龍的旅校 它可以收到三至十八歲的學生來這裡讀書 它的 Prep School 特別一點,它是一間男女校 但到 Senior School 是一間女校 今天和大家看看它的設施是怎樣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留言、讚、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如果有任何星學疑問 都可以探索這個 QR Code 找我們的星學顧問在 WhatsApp 幫你 現在馬上去片 看見了 首先我們也參觀了學校的 Main Building 這棟 Main Building 其實在外場看起來已經是一棟 很有歷史感的一棟建築物 其實大家會看到這棟 Building 其實外場有很多 Timber Framing 即是一些都度時期建築特色的外場場身 而且整個建築結構很對稱 所以是一棟很漂亮的 Main Building 進到 Main Building 裡面 第一站我們參觀就是他們的 Library 其實這個 Library 也是一個很古色古香的 Library 一定會有很多借月圖書的書櫃 有一些長桌可以讓同學溫習或者看書 有一些靠窗很漂亮的梳化 可以讓同學很輕鬆地坐下 可能是看書或者跟同學聊天 都可以的 另外就是在這個圖書館的後面 就會有一個小小的電腦室 同學除了可以選擇在其他電腦室用電腦之外 也可以來到 Library 這裡用電腦 我們離開 Library 之後同層還有另外一個設施 這個設施就是很多同學很關心的 Dining Hall 其實這個飯堂也不小 我相信同時間可以容納到大概是100名學生左右 這個 Dining Hall 其實吃的東西 都跟其他的 Boarding School 差不多 中間會有一個 Startup Bar 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另外一定會有少少甜品 有一個窩心的地方 就是學校這裡都會提供一些三文治 如果同學比較急著去上另一課 不夠時間坐下吃東西 也可以拿一個三文治 可以很快快地去吃一個午餐 另外就是有一些基本的主題 會有湯、意粉等等 給同學選擇 我們離開 Dining Hall 之後 上到學校 Main Building 的二樓 其實是不同的學術設施 其實 Main Building 這裡除了有不同的課室之外 主要就是學校的 Art Facilities 例如繪畫、雕塑、素描、 又或者是 Photography 的課室 都會集中在這個區域 就是 Main Building 的二樓 我們也參觀了同學仔的 Art 的課室 也看到牆上有很多不同貼堂的畫作 也會有很多浮雕的展品 也是一些很漂亮的設計 一些藝術品 而且也看到同學的 Photography 即是他們攝影的作品 也是一些很漂亮的作品 另外就是學校有一個招待外賓的房間 其實那裡也擺放了很多同學的 Design 又或者他們的畫作藝術品 不單是他們的畫 還會有他們的 Fashion 即是 Textile Design 時裝設計的一些作品 也可以看到學校是很 Appreciate 同學的設計 和他們的創意 我們離開了學校的 Main Building 之後 就去參觀一下其他設施 第一站就去參觀一下他們的教堂 這個教堂是專門為 Herigate Ladies 這裡的學生而設的教堂 因為學校也是一間基督教學校 其實同學除了崇拜會來這裡之外 其實普通每一個星期的集會都會在這裡進行 參觀完學校的 Chapel 之後 我們就去參觀一下他們的 Science Building 這個 Science Building 裡面 其實除了是 Free Canby 的課室之外 其實還有 Food Science 的課室 以及 Computer Science 的課室 先說是可能是 Free Canby 的課室 其實都和大家心目中的一些 Lab 即是一些實驗室是差不多的 不過我們裡面那期是剛剛是 Halloween 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一些 Halloween 的布置 這裡的老師都是利用科學的一些知識 去教同學去設計一些比較特別的 Halloween 的布置 也是挺刺激的設計 我們也看到一些 DNA 的模型 是用一些舊的塑膠或者鋁罐去設計 也是一個結集了 Science 和 Art 的一些擺設 也是挺有趣的一些展品 另外就是我們看到學校 Food Science 的課室 這個 Food Science 好像大家想像中的嘉靖堂 但是可能裡面會牽涉了更多關於營養 或者是食物安全 或者是科學的一些知識 另外就是在這個 Science 建築的最底層 就會有他們的 Computer Science 的課室 同學會在這裡學一些 Quoting 或者是一些基礎的電腦科學知識 就會在這個課室裡面 就會花多一點時間 好 離開 Science 建築之後 我們就去看看學校的另外一些設計 第一個就是他們的 Boarding House 其實這次我是參觀到兩個 Helligley Ladies的 Boarding House 這些兩個 Boarding House 都有一些很舒服的 Common Room 這些 Common Room 地方很大 還有很靠近 就是很有家庭的感覺 裡面可能會有一些琴 有些壁爐 所以可以想像到 有一種古典家庭味道的 Common Room 那些同學就可以晚上坐在這裡 就是可能有同學在這裡彈琴 那大家圍在壁爐附近就聊聊聊天 也是一個很有家庭的 Common Room 還有學校這裡的 Boarding House 全部都會有自己的廚房 所以同學都可以在這裡大展一下他的廚藝 可以煮一些簡單的東西在社監的監督之後 可能煮給同學吃 可以一起在這裡醉一下 也是挺開心的 還有參觀了學校的其中一些房間 就是一些 Boarding House的房間 可以看到這裡的女生是很整齊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參觀的關係 所以可以看到特別整齊的房間 但是房間整體的質素都很好 很多空間 同學的整個 layout都很工整 也會有自己的床、衣櫃、書桌、書櫃 都是很簡潔、但很功能的一個房間 最後我們也參觀了學校的 Sport Facilities 其實 Sport Facilities 距離學校的主建 大概是走五至十分鐘路程的另外一個建築 中間就會看到有不同的室戶外的球場 其實Hairgate Ladies這裡的 prep school 是男女校 是去到中學部才是女校 所以很大機會可以在這些室外的球場 可能看到一些小年級的男生和女生一起在草場上 可能玩不同的球類運動 去到Sport Facilities 其實都跟大家想像中的運動場是差不多的 室內體育館差不多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Multi Functional Sport Hall 可以在裡面打籃球、羽毛球等等 都可以convert到不同的用途 還有學校最棒的就是有一個室內的泳池 含溫的泳池 可以讓無論是這裡的小學生或中學生 都可以隨時來這裡游泳 今天就很快和大家參觀完Hairgate Ladies College 我覺得這間學校其實是一間小小的學校 但各方面的設施又很完備 無論是學術的設施或是co-curriculars 即是外活動或是sport facilities 其實都很齊全 而且我覺得另一個最印象的地方 就是它的Bording House 真的很乾淨其利 而且裡面很有家的感覺 這個不是每個Bording House 都可以給我的一種體驗 很喜歡看到小朋友 真的把自己的房間 和所有的comment room 都整理得很整齊 所以這些不只是社監可以管理到的東西 而是小朋友都要自己 下手下腳才能保持得很好 而且不是一個Bording House 或是全部Bording House都是這樣 所以真的看到這裡的小朋友 是很有紀律 另外一個我覺得令到這間學校加分的位置 就是它的攤 因為Harrigais的攤 其實它也是一個歷史的名城 而且我今天在這個攤周圍走的時候 都覺得是一個很乾淨 很安全的一個社區 所以如果在這裡住的話 相信都是一個頗舒服的攤 鼓勵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 都可以來Harrigais走一下 因為它不是那麼方便的一個鎮 確實是 因為你需要可能在Yorka或Lise 聯繫過來 但是我覺得是值得來一下 因為是很有一個小鎮的感覺 但是它又很容易居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類型的影片 就記得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我們很快會再帶其他的英國 或者其他地方的生活 和學校的影片給大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有可愛升學問題 馬上WhatsApp大地吧 再見